首尔方一栋的住所 而该女粉丝也当场被拘捕 还没跟进案件 发现女粉丝曾多次跟踪赵英辰弟弟 行为令人心寒 于10月4日播出的节目 Section TV演绎通信中 报道了该名中国女粉丝 擅闯赵英辰住宅案的最新进展 节目邀请了圈内知情人士作为嘉宾 他透露该名女粉丝共认 他为了想知道赵英辰住宅的正确位置 多次尾随赵英辰弟弟回家 知情人士补充 赵英辰的弟弟于首尔离泰院 经营一家咖啡店 而该名女粉丝曾多次前往他的店 之后跟踪赵英辰弟弟 处心纪律的行为令人惊讶 上星期被一名31岁中国女私生犯 非法闯入她位于首尔方一栋的住所 而该女粉丝也当场被拘捕 还没跟进案件 发现女粉丝曾多次跟踪赵英辰弟弟 行为令人心寒 于10月4日播出的节目 Section TV演绎通信中 报道了该名中国女粉丝 擅闯赵英辰住宅案的最新进展 节目邀请了圈内知情人士作为嘉宾 他透露该名女粉丝共认 他为了想知道赵英辰住宅的正确位置 多次尾随赵英辰弟弟回家 知情人士补充 赵英辰的弟弟与首尔离泰院经营一家咖啡店 而该名女粉丝曾多次前往她的恋 之后跟踪赵英辰弟弟 处心纪律的行为令人惊讶